歡迎光臨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翁哲 再來看到的是 蘇利雄會見沙烏地王儲的時候 討論美沙雙邊的協議 還有所謂的加薩戰爭 怎麼說他們雙邊討論了 所謂一廣泛的雙邊協議 另外還有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 美國是希望能夠促成沙烏地 以及以色列關係的正常化 並且一直在沙烏地討論 所謂的美國安全保證 以及民用核援助的問題 這個是沙以關係正常化 一個廣泛討論的一部分 另一個部分大家看到的是 擔心沖繩變成戰場 現在2000人遊行反美軍 大家看畫面就看得非常出來 這個18號的時候 超過2000名的群眾 聚集在美軍基地外面 要求縮減沖繩駐日美軍的 設施跟規模 而且高喊什麼 不願讓沖繩成為戰場 並且反對擴大滋衛隊的口號 現在美國駐日本的大使 搭軍機訪問雨納國島 沖繩之士就說 靠近台灣會引起緊張 沖繩之士就說 剛剛談到的玉成丹尼 他就說 他說這個包括了屬於 仙島 諸島的該用哪個 所謂的雨納國島 以及石原島的表示的擔憂 說靠近台灣的地方 會引起緊張的氛圍 我會注意不要引來新的火苗 另一個部分大家看到的是 中國現在出招了 美國是不是在瑟瑟發抖當中 現在包括了對從台還有美 進口所謂的 工具具甲權反傾銷要立案調查 5月19號對於原產於歐盟 美國以及台灣地區 還有日本進口的 工具具甲權進行 所謂的反傾銷立案調查 截至2024月2月開始 全球的具甲權的產能 共計有190萬噸一年左右以上 中國在產能 原本是占全球的產能 大概26% 中國的具甲權的產能比較高 達到了28 這個東西能夠幹嘛 這個東西主要是可以 包括說可以代替所謂的銅 吸納還有錫鉛等金屬料材 包括還可以使用在 所謂的汽車配料件 電子電器 還有工業基線等等的領域 現在美國制裁之後 中國也要立即用國產取代 所謂進口量子的電腦零件 因為幾天前 美國擴大了對中國的制裁 將22家的 中國量子研究的主要單位 列為所謂的出口管制名單 本源量子馬上宣布 已經在國內製造出相關關鍵的 高密度微波互聯模組 再來看到的是 美國跟大陸現在汽車大戰 現在可是雙方的製造商 是走完全不一樣的路 因為美國現在主要是走所謂的 他退出印度 印尼 還有泰國等市場 而且專注在北美市場 可是在此同時 比亞迪像這樣子的 中國公司的汽車行業 現在更進入了所謂的世界的市場 為了進一步出口的投資 像比亞迪跟所謂的上汽集團 都投資了所謂的汽車運輸船隊 甚至大家非常關注的 小米SU7的Pro 已經提早12天開放交車了 執行上雷軍還親自直播來試駕 這試駕畫面也曝光了 而且他在直播當中怎麼宣布 他說小米US7 Pro 提早12天在北京跟天津 開放交車 所以看起來這個消息 是對大陸民眾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消息 再來看到的是這個中美關係 現在是不是要有一點和緩的感覺 因為我們剛剛說 中國的產業 從中國走到的世界 也要讓世界走進來中國 所以現在包括了美國的學生 也參觀所謂的小米總部 數十名的美國學生 到5月17號到23號訪問北京 他們參觀了小米總部 而且這個剛剛提到的 US7的這個台車 吸引了學生的一個注意 美國大學生說 很高興可以從不同的世界 能夠看不同角度看到世界 來到中國走一走 聽一聽有更宏大的認識 這也是習近平在去年11月 宣布邀請5萬名美國年輕人 未來5年也要來訪問中國 華古蘭先請教一下介大使 怎麼看現在包括了蘇利文 跟沙烏地王廚的討論情況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沙烏地 雖然跟美國之間有很多的不同 可是在過去冷戰開始 一直到前幾年 美國跟沙烏地關係都非常非常密切 對 最主要因為當時沙烏地的國王 在上個世紀的時候 曾經跟美國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他的美國保證沙烏地安全 那麼沙烏地做一件什麼事情 沙烏地所有石油的買賣都用美元 這個就是在美元的霸權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當然美國美元的霸權 不是只有這個基礎 可是石油 尤其沙烏地 還有這些海灣地區國家的石油 在買賣的時候 都堅持使用美元 事實上是對美元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美國的經濟 美國國際地位都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可能不記得 當時伊拉克 海珊 其實他一直反美 他最先是美國人扶植出來 後來反美 美國人從來沒有打過他 後來為什麼要打他 為什麼要滅掉他 就是海珊決定伊拉克的石油 通通由歐元結算 歐元推出來以後 海珊是第一個響應的 這個就徹底擊中了美國的軟肋 所以造成他最後被美國人 這個橘沙最後身上 命上腳台 這個一個蠶死的一個結局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這核心利益是不能夠人家碰的 雖然美國現在不需要 沙烏地 阿拉伯的原油了 美國自己的油 跟沙烏地亞原油再競爭 可是石油美元對美國來講 還是美國國家 今天成為霸權的 很重要一個支柱 所以你看這個沙烏地 最近美國對他的動作非常多 我覺得真正的基本上就是 軟硬兼施 一方面告訴沙烏地王儲 你最好跟我們合作 尤其石油美元這個地方原則 你不能放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你如果如何如何 我就沒辦法保護你的安全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沙烏地 沙烏地現在跟美國在美國軟硬堅持下 我覺得很頭痛 因為沙烏地加入了金磚 去年加入金磚 金磚今年的這個峰會 最主要討論題目就是去美元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美國現在正在失禮 甚至前一陣子外媒傳出來 沙烏地可能會退出金磚 會退出 有這個傳聞 原因是什麼 就是美國不要他加入 你加入的主要金磚 現在主要的要工作項目 就是怎麼樣 就是退出美元決算機制 然後用本幣交易 中國大陸跟沙烏地阿拉伯 談了很多年 就是說我跟你買石油 我付人民幣給你可以 沙烏地阿拉伯 到現在不敢通 沙烏地阿拉伯從中國大陸 進口的也很多 前一陣子還買了很多武器 所以他可以直接用手上 人民幣去支付 從大陸買的這些貨物 或者服務 可是他都不敢 所以你看每次現在看到 蘇利文也去也好 這個好 布林肯去也好 去沙烏地阿拉伯 都是為了我認為歸根結底 其他都還是表面 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就是沙烏地十流美元 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好 我們請教建築 我們可以看到 也就是美國為什麼要制裁 這個大陸的這個量子電腦 因為其實量子電腦是下一個世代的 一個電腦科技 而且它的運算速度非常快 它的運算速度快到可以協助什麼 可以協助人工智慧 然後當然航空母艦的設計 以及我們現在看到的高超音速的飛彈 甚至逆中戰機 它在什麼樣的角度 以及什麼樣的電磁波上面 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這一些都是透過我們剛剛講的 量子電腦的計算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也就是核武的核分裂的速度 怎麼樣可以達到最大化 這個也就是當我們現在 所謂的戰略核武 縮小變成戰術核武很重要的部分 這一些都是量子電腦最重要的部分 可是我們反觀一下 也就是從川普總統 開始他所進行的貿易戰 到拜登總統 他已經把它改成科技戰 現在美國就是透過這樣的科技戰 抑制大陸的發展 因為 但是實際上來講 以我看這麼多 大陸的論文來講 它是一飛沖天的 美國在後面是望塵莫及的 所以這樣的管制 如果說我們細看 新聞的內容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知 美國說管制 第二天 大陸就自己說我可以自製 為什麼可以自製 因為它早就已經論證好 只是它初期製造的成本 稍微比較高 可是現在你既然已經管制了 我無法取得 我就改成自製 至於說我們看到 現在我們講到 大陸的新三樣 其中最重要的 也就是電動車的部分 為什麼它可以製造 這麼多不同種類的 從入門款一直到最貴的 比亞迪的仰望 它什麼都有 其實最重要的 大家不要忘了 也就是它表著於外的 是大陸已經成功的 進入了工業4.0 工業4.0事實上來講 也就是我們講到它結合了 網路 大數據 人工智慧 以及機械化 自動化的部分 所以它才能達到這個 美國GM福特也追不上 好 請教聘哥 我覺得蘇利文到現在 還想要沙烏地阿拉伯 跟以色列之間關係正常化 會不會想太多 因為加薩爾戰爭打成這個樣子 你覺得沙烏地阿拉伯 會選在這個時候 跟以色列繼續談關係正常化嗎 他這樣談的不是跟整個 阿拉伯世界為敵 他瘋了嗎 我覺得根本不可能 會去談這件事情 當然美國也是一直不斷的 在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不持續抓住 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很快他就會導向 大陸那邊去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當然是在戰略上不能接受 可是問題是 美國其實要去想想看 你現在要穩定整個中東局勢 其實最佳的辦法是什麼 最佳的辦法 就趕快結束加薩戰爭 沒錯 對啊 你要把以色列先控制住 就能夠控制住中東 如果你控制不住以色列 未來以色列是整個 中東亂源的跟頭 這個是非常危險 因為好 就算以色列 現在最終攻下拉伯 你以為這些阿拉伯國家 不會想要報復嗎 你以為巴勒斯坦 就會就這樣算了嗎 未來這些動亂才真正開始 美國這麼天真以為 就這樣就結束就沒事了 你就可以壓制住嗎 我覺得如果真的這樣想 我覺得美國人大概是 太瞧不起阿拉伯人了 那當然全世界 大家都不希望戰爭 所以沖繩這邊一直都反戰 他也不希望美軍在那邊設基地 實際上美軍沒事在那邊 倒閉